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下眼皮轻轻地碰触 睫毛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 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地闭起来 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面前的画面 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一点点的光进来 这个就是违障的意思 如果我们懂得闭上眼睛 我们的眼睛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眼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眼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在过一两天就到了新年 我们的眼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今天先来意念一下 我们一整年所修过的功德 有的人从年初 直到年尾 每一天都有故事 也就是有的人 有供养在生 有的人 有的人有供养接杀 供养供得意 有的人有放生 有的人在家里 就先放铺满 然后 有机会 就拿去寺院修功德 一年到不时的功德 自己感到很发喜 自己能够消除内在的谈 这个烦恼 也正在准备轮回中 在未来世的灵时 有的人 每一天都有持五戒 已经做成习惯了 一年到自己清净的戒 就感到发喜重满 也有的人在佛日 也有持八戒 是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 感到发喜重满 感到发喜重满 也有的人 每一天都有送经 净作 而且 当自己从起身到入睡 一直在训练 把心静定 在身体的中央点 意念到这些功德的时候 自己感到很发喜 也对自己起信仰心 因为我们没有把时间 浪费在朝二夜的事情 或者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 但是 我们每一天都一直在累积空的波罗蜜 但是 我们每一天都一直在累积空的波罗蜜 当我们想到 一整年的功德 我们的心 就感到发喜 感觉很舒服 感到失败 然后 我们就� Squ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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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ishPR 我们寻充 интересно 走得要哭 这是我们 Glow Plow在第一 Obi 然后 我们是这个很欢迎 and hold of our seat 是我们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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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省 省 省 修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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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 所以我们舒舒服服地做就可以了 散盘 散盘 做椅子都可以 就看自己个人的身体状况 有的人平常盘腿静坐 但是如果今天感到酸酸麻麻 我们也可以换成其他的桌子或者座椅子 也可以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 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调整身体 因为我们觉得身体的放松 会对心里的宁静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从头部 开始观察 额头分松 每头也跟着风轻松 每天的肌肉 每天的肌肉也放轻松 鼻指 嘴巴 两边的脸颊 也都放轻松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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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完全分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也跟着分轻松 当种辟引导调整到哪里 观察到哪里 大家就跟着调整 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 把它放轻松 腰部也放松 两只脚大腿小腿 直到我们食指 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 如果那一位调整身体 调得下到好处 自己感觉 好像我们的身体 会慢慢的消失 满满满的融化 更周遭的环境 我们的身体 来让我们更加轻松 我们慢慢有神有山的思维 然后在慢慢的土地 再一次最深最深的息息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感觉轻松失败 现在我们的体内 连一点点闷闷的感觉都不见了 都被牌出来了 遮瑕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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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 一些的念头 全部都可以放下来 放下来 我们感觉当我们懂得放下 身体本来就感到放轻松 但是现在当我们把那些念头 放下的时候 我们感觉更轻松 更失败 然后我们把心来宁静 定在身体的中央点那里 就是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 觉得大概大概就可以了 轻松舒服的 宁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 让我们的身 让我们的心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时间 休息一下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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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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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走 她就说 然后呢 然后 感谢观看 然后 她有 她就走 对对对对 因为本来 因为妈妈住院的时候 本来想说 如果动手术开刀好了 就请她回家 就在这个地方休息 没想到妈妈动手术的时候 就往生了 然后呢 八戒女一起去的 那个八戒女就问她说 你还记得吗 你在哪里开刀 她就说我在医院 哪个医院 然后她就讲 那个医院的名字 名称是在这里 然后她就带 这个女孩子去医院 当这个女孩子 到了那个医院的时候 她就马上跑到 一家咖啡厅 她的女儿蛮惊吓的 因为这个咖啡厅 是她妈妈 每一天早上 一定要到这里来喝咖啡 比如讲到一位教授 这位教授叫做 E.N. Stevenson教授 他是一位 美国著名的 精神学专家 然后他用科学的方式 证明了轮回的存在 记载了 他在四十年间的研究 搜集到 那些个案 大概三千个儿童 前四季亦轮回的案例 所以他满专业的 他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飞到泰国 然后来 来找 这个女孩子 还有来找 他前四的女儿 当他去找 前四的女儿 就是这个阿南居士 他就把一张纸 拿给他看 那张纸是画了 人的像 然后就问阿南居士说 你记得吗 你妈妈在世的时候 她身上哪里有伤痕 你帮我画圈圈好吗 阿南居士就画 就是说 妈妈有动手术开刀 所以这边有 这边有 然后当Stevenson教授 看到了 他就很惊喜 他就把另外一张纸 拿给他看 这个是 他来找阿南居士之前 他就先 去找 那个女孩子 然后先 观察看看 他身上 哪里有伤痕呢 结果伤痕的部位 是一样的 很奇怪 怎么会是一样的呢 有一个巴黎七级的趋势 巴黎考试七级通过 所以他学问很丰富 他很好奇 就来跟这个女孩子交谈 就想抓她的毛病 你是不是骗人呢 就问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死后去哪里 他就说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死的时候 就会有只车子来在 而且有天人跟车一起来 然后他就问说 那车子带你去哪里 车子就一直往上 往上 然后就带我到道立天那里 然后呢 到了道立天 我就看到爸爸的房子 还有看到我自己的房子 然后 这个男就继续问说 道立天有房子吗 这个女孩子就有一点生气 然后就说 其实啊 她不是叫房子了 在天上是叫做天公 你知道吗 天公 然后呢 她就说 然后等到了佛日的时候啊 弟士 就会带我去 拜色力子 她就问了 色力子是什么 这个女孩子就抓了自己的头发 这个啊 大家 对人家讲的这个头发 有印象吗 就是在道立天 有一个塔 莲花塔 莲花塔里面有装什么 佛陀 就是西达多胎者要出街的时候 有头发 对吧 所以她就说 就是有这个 然后就抓自己的头发 然后呢 她就问了 第四个问题 你怎么准备当辣辣辣呢 就是当这个小朋友 她就说 我骑大象 然后来脱胎为 dirtな 然后这个 南军士就问说 骑大象 在天上有草 有东西可以给大象吃吗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说 哪有在天上不是吃草辣 在天上是享用功德 你看享用功德 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第四的故事 我们就会发现在天上其实是没有畜生的 不过有一些天人他可以化身为畜生 这个知道 那当讲完了 他们就怎么样 我完全相信了 这个女孩子其实就是前世当父王 大家想不想知道自己前世生为什么 人比曾经问过 我今天时间过一点点 人比曾经问过一些局势 有的人他说 我不想知道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不想知道 他就说 是一个女孩子 很年轻的 他就说 我是怕 怕什么 怕我前世长得很丑 我会受不了的 我没办法接受 就想得这么简单 有的人就怕看到自己前世有做过什么 然后自己没办法接受 但是当我们如果要知道自己的前世的话呢 我们应该这样发愿 就是说 愿我有宿命统 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 而且呢 让自己对欲望产生那种厌倦的心 就是厌倦 厌倦欲望 而且对佛教有信心 对佛法有信心 然后一直努力用功德修功德布罗蜜 要这样发愿 如果要看到自己的前世的话 明天是12月31号 在泰国那里有办送经跨年活动 那大家就去参加泰国法神寺那里的法会 然后我们后天再回来见面 今晚我们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后天见